在2022年榴槤飛星的八百財星 在東北邊 在元朗、荃灣和屯門是當旺星 如果想在這一年置業的話 可以留在這三區 可能會撿到一些筍東西都不出奇 接下來2024年就要入九雲 九雲的當運星是在南邊 南邊的一定是港島南區 但如果我住新界 我沒可能搬去南區 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細分香港九龍新界三區 港島區,南區一定走不掉 如果是九龍區的話 就關塘、九龍城、啟德那邊 或者是油尖旺一帶都是當運區 如果在新界那裏 葵青、荃灣這些區域 亦都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真的要長住 或者真的要給孫子、給兒子 應該怎樣選擇呢 其實你可以選擇北區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發展一間大西北 未來九運之後轉回一運 當運星就在北邊 所以我們未來的運星亦都可以選擇 北邊有甚麼呢 例如上水、古洞、粉嶺、天水圍 那些洪水橋等等 亦都可以選擇 所以南和北就看你會買多久 以及會給孫子或自己住 如果在虎連財位 八百星是在東北邊 八百東北你可以怎樣生旺呢 你可以百一寸百百玉 或者六個金元寶 可以令到財運有所提升 或者有個聚寶盤、財神都沒有問題 至於人緣位就是北邊 北邊屬水一百桃花星 最傳統的是擺百合花 這是最好的方法 其次如果你想人際關係好 可以擺一串三合玉 三合玉是甚麼呢 譬如你的生肢是屬豬的 就擺一串屬豬的三合玉 如果你想求姻緣的話 就擺雙合玉 會有助提升你的人際或姻緣運 紋槍位就是東南方 東南方想生旺的紋槍可以擺甚麼呢 可以擺一個紋槍塔 或者是紋槍竹 甚至乎四支玄筆插入木筆桶 或者是毛筆刮入筆架 健康的耳黑星是西南方 耳黑星是大病的星 所以這個位置 今年記得不要擺魚缸 或者會動動的東西 例如流水裝置 否則沖起空星就會很大電視 如果要化它 傳統方法可以擺一些木筆桶 或者是一些法科的白筆桶 甚至乎有人會擺一些軟低纏 亦都可以有效化了這個耳黑星 但最重要是記住 萬一那裡是你書房或睡房 千萬不要用一些紅色紫色的床單或布 因為如果用這些的話 就會反而撞起病星 你會病到 整年都不用起床 如果用這句話就沒有 省下的信號 你會感受到